那我們怎麼去 我就是怎麼去聰明的去選擇他 我是建議既然他的傷害 這個東西沒有直接證據 可是我們能避掉的就避掉 就是三大族群 一個是那個我們想說小朋友 假設小朋友他正在發展我們的免疫系統都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讓他碰這些基改的事物 就不會產生過敏兒 第二個我們剛剛... 可是這只能盡量耶 你像連你剛剛取那個奶粉 對 而且已經賣糊啊 如果母親又沒有母奶 又不能跟別人幫他借奶的時候 對啊 我覺得目前你不可能從外觀去判斷 你只能信賴他的標示 你不可能把它去做基因鑑定 像親子間 這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說 比如說我剛剛講有機 可是有機的東西事實上都蠻貴的 還有一個小訣竅當然是來自於美國的東西 當然美國幾個 我剛剛講幾個國家幾個民族特別喜歡這樣的東西 所以美國還有什麼 我們講說北美洲 拉丁美洲 非洲類的 但是其實台灣事實上還算還蠻乾淨的 所以國產的東西也OK 第二個族群 我剛剛講說除了小孩子外 孕婦嘛 既然他有可能會有自肌胎 有流產的風險 我不管是否是真實 你就不要去盡量避掉 我在懷孕期間多花一點錢買有機產品嘛 這個是 那一個是我剛剛講 大家不要擔心是癌症的問題 那家族史如果有癌症基因的 當然有一些什麼大腸癌啊什麼 我們當然就盡量避免去攝取這樣 這是我 那怎麼去避免 當然是以標示為主 為什麼比爾蓋茨會贊成啊 因為他們也確實認為2050年在人口爆炸之後 地球會面臨一波糧食危機 那有幾個解決方法 如果我們不選擇基改作物的話 你甚至看到聯合國農養組織在跟大家講說 有一個東西吃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是什麼呢 是蟲 各式各樣的蟲子 所以怎麼樣 叫我們吃蟲 對 他真的覺得蟲就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所以如果叫我吃蟲 我是寧願吃基改食品的啦 然後或者他們現在甚至那個首富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推那個 也是一些 你仿肉 就是做的真假肉 因為他就是要面臨未來的糧食危機啊 所以老實說 只是一種選擇啦 那只是說大家在選擇 如果你真的真的非常不喜歡基改食品的話 老實說第一個 你買 只要買是看得到食物原型的東西 基本上不會有 因為剛才講了嘛 我們沒有允許那些水果什麼進來嘛 所以你買本土產的水果不會有錯 OK的 想來是不是又覺得樂觀很多 所以回去還是要買飛機改造購物 又改了 恭喜我們把你給拉回來 那如果外食的時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挑選的原則呢 對 外食的時候一樣啦 就是說你盡量挑的是你看得到的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本來你可能要去便利店 便利店與其買一塊麵包或蛋糕 你可能買一顆茶葉蛋 知道它一定不是基改的嘛對不對 買一條地瓜是不是不是基改的 所以你在選的一樣 在外食的過程當中 選擇是你看得到它的樣子的 如果你真的要選這些加工品 我個人是認為 你知道看後面的這些 添加工等等超過五樣的 那他絕對逃不掉 要小心挑選 不過我想最後來請教一下洪醫師 這個如果說裡面是基因改造 萬一避免不了 我們是吃一下子一次兩次 我們就可能就對身體影響就很大了 還是說它是一個長期累積 其實我們擔憂的程度到底是怎麼看 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 是事實上可能以我們台灣人民 大概只有進口這些食物 比較含這些基改食物 其他可能美國人 我剛講那幾個國家 他們幾乎吃的東西機率更高 那目前的話 假設其實並沒有 還沒有那麼多的直接證據說 我吃下去馬上一個即興毒 事實上基改是一個基因改造的技術 那基改的我舉例好了 他可能基改100種東西 可能有90種東西是有好處的 是有好處的沒有任何的壞處 可能有10種基改出來的東西 是可能會造成過敏 造成我們的致癌 那這些真的是需要時間來證明一切 那基改跟品種改良差在一個 就是我們利用那些生物科技的方式 去人為去改造這些食物 那我總覺得還是我剛講 時間會證明一切 那也不要完全去排斥 是基改師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對未知的恐懼 我們對 但我覺得應該是去保留 它對人類好處 比如說解決農糧荒這一塊 但是我們要用我們人類的智慧跟科技 去避免掉它不好的這一塊 比如說100種是10種不好的 這個當然這種就要淘汰掉這樣子 油肌水果汁超健康 氧化過後就免營養 怎麼做才能抗氧化 下段藏鮮好貨就千萬別錯過 今天白樓推薦這個不得尿啦 是的 不得尿啦 我剛剛聽完這麼沉重 沒有啦 就是這麼震驚的議題之後 我們下來喝點果汁好了 但是怎麼樣的果汁 對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要把營養留下來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水果裡頭 我們常常會發現 幫小孩打完果汁 就一直要催促 趕快喝 趕快喝 你知道 那哪有那麼順啦 對啊 小孩就拖一拖 他就變黑了 然後他就跑出去逛一圈 然後幹嘛 然後回來那個果汁都像 尤其是蘋果汁 對啊 就氧化掉啦 對 然後小孩就不喝了 他就覺得 而且覺得營養也流失了 對 然後 然後進去就好了 那我就喝 阿聖 他有 除一桶就是 好媽媽 對啊 那這樣子就要想辦法 所以就發現這台 叫做真空果汁劑 真空果汁劑 超厲害 就是他在打的過程中 你就把空氣抽掉的時候 他就是在真空的狀態下 打成果汁 這聽起來是很新鮮的玩意兒 對 現場示範看看 所以我們兩個同時 一起來做這件事 來做比較嘛 因為這樣才知道是同樣時間 一個是真空果汁劑 一個是傳統的 對 好 開始嗎 這樣可以了 走 你搞得我好緊張 很緊張 我現在TK了 預備 開始 可是我的還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水有開始產生泡泡 那是因為它開始把空氣都吸 有沒有發現 對 它還沒有開始打 它先吸空氣 開始了 我開始失落了 它突然打台 這次讓人家沒有心理準備 是 是不是 好了 我也打好了 好了 這樣OK的是不是 這樣OK的 好 來 走出來 它就是說如果你先打好 小朋友沒辦法喝 就還放在裡面嗎 對 我還可以蓋著一樣 放冰箱 等你現在拿出來進去喝 它是可以的喔 因為如果你是現在沒有立刻喝 但是你已經打好 它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保存杯 保存杯 它也是你把它倒進去之後 你就再吸一次 把它空氣吸完 是喔 你就用這個東西保存著 你就放在冰箱 那你怎麼知道它有沒有真的吸 就是我現在擺幾顆這個棉花糖 棉花糖是不是 好 你大家會看這個棉花糖有神奇的變化 真的喔 變魔術就對了 會變小還 好 你看喔 我現在按真空保存囉 要開始吸了 它就開始吸空氣喔 那你覺得棉花糖會變成怎麼樣 會昏打 變小 應該是變 對 應該沒有空氣 沒有空氣 沒有 開始變化了 會變粉嗎 欸 欸 它變成膨脹 是不是 它其實是會變大 為什麼 真空會變大喔 因為它把空氣抽掉了 就像如果你沒有穿那個太空衣 到那個月球上面 會爆炸 跟爆炸一樣 喔 我們會爆炸 對 因為壓力的關係 所以你一說等一下棉花糖會爆炸 應該不會啦 不會啦 它等一下空氣都沒有之後 它會告訴我們 欸 對 好了 沒有空氣 變胖了 所以你看 現在的狀態上 很可愛對不對 好大喔 你看 哇 所以如果打開又會變小 對 想要變大的東西都放進去 但是你現在打開蓋子 你打開 我現在打開 你打開看看 喔 這裡 欸 你看 就說小了 又回去了 因為它空氣又回去了 說十那十塊 你的蘋果汁顏色已經變了 差很多了喔 哎呦 已經有差了 對啊 我的變黑了 你看 差多少 現在 超多了 真的過五分鐘看就有差了 有差耶 真的 這個我們真空的保存方式 是不是真的 營養可以比較完整一些 因為最主要是 我們看到顏色的變化是 它營養素氧化 比如說鐵 它可能跟氧結合的 看起來就是比較紅的顏色 你蘋果一切它會變色 所以它最主要是說 因為傳統的果汁機 在攪打的過程中 也會把空氣攪進去 所以等於你看喔 我本來一顆蘋果 我如果只是切開 它接觸空氣的面積 只有兩個面對不對 可是傳統果汁機等於 把它切成無數的小細面 每一面都在接觸空氣 所以以這種方式 攪打蔬果的缺陷就是 你的蔬果裡面 怕被氧化的營養素 都會迅速的氧化掉 而會氧化的爆發 除了剛才的鐵 因為看起來很明顯之外 維他命C也是很容易氧化的 所以你本來喝這個 要來抗氧化 可是在空氣中 都已經自己抗掉了 所以到你身體裡面 它作用就很少了 就只有糖分 但它這個東西是說 我在攪打的過程中 我並沒有把空氣拌進去 就是它的接觸面積而已 所以它這個對於說 你這個東西裡面 你希望保存它的抗氧化成分 尤其是蔬果類 就非常有用 厲害 但是我覺得要喝喝看口感 你喝這杯鐵好了 我覺得你要喝一個擦餅點 喝這杯鐵好了 都喝一下嘛 兩個都喝一下 然後再交換喝一下 不是 沒有啦 你這個比較鐵啦 就是鐵 鐵的味道 對啦 所以氧化比較鐵 因為氧化鐵的味道 可能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 好 所以這個算是一種新鮮的東西 但你選如果你要拖長 它飲用的這個時間 可以做一個考慮對不對 好 謝謝白龍 謝謝 好 所以你看 如果生活要過得更輕鬆 更健康 更自在 然後有很多生活的訊息 定一首馬上掌握 那當然就是每天看節目 對 鎖定我們節目 請你跟我這樣過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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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